大家好 欢迎来到我们的六度探索节目 今天我们要探讨的是南海的紧张局势 菲律宾在与中国的摩擦中 拒绝了美国提供的援助 选择自行应对 这次冲突导致一名菲律宾水手受伤 进一步升级了局势 中国则在菲律宾专属经济区内 锚定了一艘巨大的海岸警卫船 意图威吓菲律宾 尽管有条约盟友的支持 菲律宾仍希望通过自身努力来解决问题 两国在高层对话后同意需要恢复信任 但紧张局势依然存在 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 欢迎收看《评定天下》 今天我们聚焦于 最近在南海发生的紧张局势 以及菲律宾如何在这场复杂的 国际关系棋局中定位自己 这一内容主要来自 Japan Times和The Sydney Morning Herald 两家权威媒体的报道 在南海问题日趋复杂的背景下 菲律宾与中国再度发生了冲突 6月17日 一次补给任务中 菲律宾军队在一个有争议的浅滩上 遭到中国海警的故意高速撞击 导致一名菲律宾水手失去了一根手指 这一事件无疑加剧了地区的紧张局势 美国作为菲律宾的盟友迅速提出援助 但菲律宾武装部队总参谋长罗密欧 布劳纳将军明确表示 马尼拉更希望独立应对这些行动 紧接着 The Sydney Morning Herald 报道了中国最大的海岸警卫船 在南海马尼拉的专属经济区 EEC内锚定的事件 7月2日 这艘被称为怪物船的中国海岸 警卫船进入了菲律宾的200海里EEC 并停泊在距菲律宾海岸 警卫队船只800米的地方 菲律宾海岸 警卫队发言人Jateriella指出 这是一种威吓行为 并坚称菲律宾不会退缩 值得注意的是 中国在南海多次进行 大规模填海造地 并在一些岛屿上建设了军事设施 这引发了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 虽然海牙常设仲裁法院 在2016年裁定中国 对南海大部分地区的主权主张 没有法律依据 但北京对此裁决并不认可 与此同时 菲律宾和中国 在最近的一次高层对话中 同意需要恢复信任和重建信心 以更好的管理海上争端 尽管美国作为菲律宾的条约盟友 提供了支持 但菲律宾更倾向于独立处理 菲律宾武装部队 总参谋长罗密欧·布劳纳表示 马尼拉将在寻求外部 帮助之前 尽力用尽所有可能的选项 这一系列事件 不仅凸显了南海问题的复杂性 同时也挑战了地区和平与稳定 现在我们从多个角度来 深入分析这一局势 及其背后的原因和影响 首先 从菲律宾的角度来看 南海问题不仅仅是领土争端 更是国家主权和尊严的象征 菲律宾选择拒绝美国援助 体现了其在国际舞台上 寻求独立自主的外交策略 马尼拉希望通过自身的努力 来维护国家利益 而不是依赖外部力量 尽管美非两国受1951年 共同防御条约约束 但在处理具体的冲突时 菲律宾更倾向于自行应对 以避免外部干预 对其主权的潜在影响 其次 从中国的角度来看 南海是其实县海上 丝绸之路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 通过在南海进行填海造地 和建设军事设施 北京不仅巩固了 对这一地区的控制 也向国际社会传递了其捍卫国家利益的决心 中国最大的海岸警卫船 在菲律宾专属经济区内的出现 显然是为了向菲律宾及其盟友 美国展示其在这一地区的强大存在和影响力 此外 从国际关系的角度来看 南海问题不仅仅是中非之间的争端 而是牵动多个大国利益的复杂博弈 美国作为全球霸权国家 始终关注南海的局势变化 并通过军事和外交手段 支持其盟友菲律宾 以遏制中国在这一地区的扩张 然而 菲律宾的独立应对姿态 使得美国的操作空间受到一定限制 综合来看 南海争端是一个复杂且多层次的国际问题 菲律宾在其中扮演了一个重要 但相对弱势的角色 面对中国的强势姿态和美国的援助意愿 其选择自力更生 既是对国家独立性的维护 也是对国际关系格局的深刻理解 未来 南海局势有可能持续紧张 菲律宾在处理中美之间的关系时 需要在维护自身利益 和保持国际关系平衡之间 找到最佳的策略 同时 国际社会也需要通过多边机制和对话平台 寻求和平解决南海争端的途径 避免局势进一步升级 感谢收看 平定天下 我们将继续关注南海局势的发展 为您带来最新和最深入的分析 请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 了解更多全球热点事件背后的真相和影响 再见 请大家继续收看节目第六度百科 对关键内容进行背景介绍 南海紧张局势中 菲律宾在与中国的摩擦中 拒绝了美国提供的援助 最近一次的冲突发生在6月17日 当时菲律宾军方在争议地区的浅滩 进行补给任务时 遭遇中国海警所谓的 故意高速撞击 这次事件导致一名菲律宾水手 失去一根手指 进一步加剧了南海的紧张局势 虽然美国作为菲律宾的条约盟友 提供了援助 但菲律宾武装部队总参谋长 罗密欧布劳纳将军表示 马尼拉希望自行处理这些行动 此外 中国最大的海岸警卫船 近日在菲律宾专属经济区 EASY被锚定 这一行位被认为是对菲律宾的威吓 菲律宾海岸警卫队发言人 Jay Terilla指出 这艘165米长的中国海岸警卫怪物船 于7月2日进入菲律宾的EEZ 菲律宾海岸警卫队 曾警告中国船只 它已经进入菲律宾的EEZ 并询问其意图 中国驻菲律宾大使馆和中国外交部 没有立即回应这一事件 这一系列事件的背景 是中国声称拥有南海大部分地区 这是一条每年价值3万亿美元的船运贸易通道 然而2016年海牙长设仲裁法院 裁定中国的广泛海洋权力主张 没有法律依据 北京对此裁决表示拒绝 菲律宾和中国最近在高层对话中 同意需要恢复信任和重建信心 以更好的管理海上争端 但过去一年中 南海的紧张局势已经升级为暴力事件 美国和菲律宾基于1951年共同防御条约MDT 这项军事协议可以在菲律宾部队 公共船只或飞机在南海遭受武装攻击的情况下启动 尽管如此 菲律宾武装部队总参谋长罗密欧·布劳纳强调 菲律宾希望在寻求外援助前 尽量用尽所有可能的选项 这一连串事件凸显了南海地区的复杂局势和多重利益纠葛 在争议领域 各国的行动和策略往往不仅受到地缘政治因素的影响 也受到国际法和双边或多边条约的约束 中国在南海进行的填海造地和军事设施建设 已引起了包括华盛顿在内的多方关注 菲律宾和中国的持续对抗 以及菲律宾在美国援助问题上的态度 都显示出这一地区的局势仍然不稳定 未来可能还会有更多的摩擦和对抗情况发生 欢迎大家进入六度探索的辩论环节 我们从正反两个角度对本节目进行辩论 请出我们的辩论高手楚天书谢琪琪 我是楚天书 我是谢琪琪 女士们 先生们 让我们欢迎今天的辩论主题 菲律宾在南海紧张局势中拒绝美国援助 首先 我们要明白菲律宾为何拒绝美国的援助 就像唐吉赫德挑战风车一样 这是一种自我证明的行为 是对自主权的坚守 这些年菲律宾被美国影响太久 他们希望借此摆脱大哥的影子 体现国家的独立与尊严 楚天书 你的比喻真有趣 但问题是 唐吉赫德最终被封车打败了 菲律宾这么做等于拿鸡蛋碰石头 拒绝美国援助只会让中国更加肆无忌惮地在南海行动 看看那艘165米长的怪物船 菲律宾能凭一己之力对抗吗 他们需要的是盟友的支持 而不是一意孤行的孤军奋战 哦 谢琪琪 你的担忧是合理的 但不要低估菲律宾的勇气和智慧 费迪南德 马克思大总统当年就曾经在马拉侃南宫内说过 菲律宾人绝不像压迫妥协 这是民族心中的一种信念 而且 别忘了 菲律宾拥有一支训练有素的军队和强大的爱国情怀 他们有能力在一定程度上保护自己的主权 楚天书 爱国情怀固然重要 但这不等于闭门造车 事实数据显示 美国在军事和经济上的援助每年达到数亿美元 如果菲律宾拒绝这些援助 难道真能靠爱国星建设航空母舰吗 你知道菲律宾的GDP还不如中国的一个省吧 这些现实问题不能被理想主义掩盖 谢琪琪 你这么说就像在说撑不住就要找妈妈 菲律宾拒绝美国援助是一种战略考量 他们不希望成为大国博弈的棋子 就像我们不愿意吃素食面一样 虽然快但不健康 菲律宾希望自行处理问题 寻求更多的外交途径来解决争端 这是一种更为持久的策略 在国际关系中拥有独立的话语权 往往比依赖他人更具长远利益 楚天书这样的独立是否就像我们看电影说打不过就跑呢 美国和菲律宾的共同防御条约就像是一张保险单 为什么不利用 当年二战没有盟友的帮助 菲律宾能那么快从日战时期解放吗 历史告诉我们 孤军奋战往往更危险 地缘政治这盘大棋局中 菲律宾应该深思熟虑 利用盟友的资源 更好地保护自己的国家利益 请大家继续收看节目的六博士的分析评论 哎呀各位小伙伴们 今天博士给大家带来了一出南海的海上大戏 这戏码精彩程度绝对不亚于加勒比海盗啊 首先呢 菲律宾最近和中国在南海闹得有点凶 甚至还拒绝了美国的援助 菲律宾军方首长罗密欧 布劳纳将军表示 他们愿意自己处理这些麻烦事 哇 这可是有点挟之大者 自己搞定的意思啊 要知道 就在上个月17号 菲律宾的军队在一个有争议的浅滩 执行补给任务时 还被中国海警故意高速撞击了 这让一名菲律宾水手失去了一根手指 情节堪比动作片 紧张地让人心跳加速 接下来 咱们再看看这出戏的新高潮 中国在南海菲律宾水域甩下了他们的怪物船 这个怪物船 可是长达165米的大家伙啊 中国海警船 停在菲律宾的专属经济区 AEC里 简直像个海上巨无霸 吓得周围小船都不敢靠近 菲律宾海岸警卫队的小伙伴们也不怂 他们警告中国船只说 你已经进入我们的地盘 打算干啥 瞧这阵势 简直让人联想到 海上钢琴师里的那场艰难航行 对于中国这种海上展示肌肉的行为 菲律宾海警发言人J.Taurie Ella 那是毫不客气的回对 这是威吓 但我们不会撤退 也不会被吓倒 哇哦 这回答真是英勇无畏 好像是从战狼里走出来的台词 中国则没给个明确的回应 可能是忙着处理其他国际大事吧 其实这戏码的幕后隐藏了更大的战略博弈 中国可是声称拥有南海大部分地区的 每年有价值三万亿美元的船运贸易 要经过这里 这条航线对全球贸易极其重要 尽管海牙常设仲裁法院 在2016年裁定中国的海洋权力 主张没有法律依据 但北京可不听这套 依然我行我素 这就像是个大富翁 守着自己认为的宝藏 谁也别想动 菲律宾和中国这次在高层对话之后 双方表示要恢复信任和重建信心 这听起来像是两位吵架的朋友 在调节老师面前说的和好宣言 不过现实中 这可是关系到国家安全和区域稳定的大事 不是说和好就能马上和好的 更有意思的是 美国作为菲律宾的狗头军师 一直在背后支持 根据1951年的共同防御条约 如果菲律宾的部队 船只或飞机在南海遭受武装攻击 美国是可以立马出手相助的 可是呢 菲律宾还真是铁了心要自己搞定 罗密欧布劳纳将军说了 我们会在寻求帮助之前 尽量用尽所有可能的选项 听起来像是武侠小说中 主角在阶下生死撞前的一番豪言壮志 总的来说 这出南海大戏是充满了悬念和戏剧性的 中国和菲律宾之间的冲突 美国在背后的助攻 以及区域内其他国家的观望 构成了一幅复杂的地缘政治图景 博士只希望这出戏不要演成苦情剧 毕竟和平才是最重要的嘛 谢谢大家收看六度探索 这是一个由科学家 经济学家 媒体人 工程技术人员合作建立的新型媒体 网友与六度AI参与 合作完成各种内容 这些内容不能作为任何决策或法律的意见 这是一个新型的试验性媒体方式 我们希望得到大家的支持 修正错误 网友可以参与讨论 也可以向万能的六博士提出 你能想出的任何问题 六度世界网址是六duworld 请介绍给你的亲朋好友